文昌港股經主持文昌 文昌港股經2月9日早上時間 昨天我們才說完內地經濟形勢一般 所以接下來都會採取連串的寬鬆政策 但是A股的表現 紅盤之後未必能夠反彈持續 上半場昨天我們一直錄節目的時候 A股的確急措回吐紅盤的聲勢 但是中午之後股價整個大市也出現反彈 原因是彭博方面報道 中國的國家隊在昨天下午 年初八的下午入市維穩 昨天這個滬深300指數在開市時段一度 跌了2.4% 創下2021年8月以來的最大跌幅 但是收市的時候只是跌了0.6% 原因是一些能源、公用類股份、金融股 是逆勢上升 而彭博引述一個消息人士提及 國家隊是入場 買入了勸商在內的一些金融股 這位知情人士說 國家隊的操作希望維護股市穩定發展 避免短期大幅波動引發潛在的系統性風險 相關買入的股票和數量金額 不是很清楚 過去這一類操作和次數 其實官方是不會公開的 但是上證 美市因為上證比較多金融類股份 結果是咬腰倒升的 升了0.67% 連續兩日向上 不過內地媒體財聯社 就在昨晚引述接近監管部門人士說 國家隊入市消息不屬實 但是這個不影響在美市相關中概股的表現 這一點就是最重要 因為市場似乎都是相信中國是有資金維穩的 所以美股時段一些大型的中概股都是升的 比如說阿里巴巴升6% 京東升3% 拼多多升13% 滴滴升1% 百度升5% 明顯中國國家隊的資金入市 有助緩和市場情緒 美國投資者相信 可能中國維穩的話 就會對即使中國意外股市 都有氣氛的改善作用 畢竟Nexter的納斯特克金龍中國指數 由去年的最高位已經跌了接近六成 2022年已經跌了5% 但是受到國家隊入市消息提震 這個相關指數在星期二升了3.9% 創下是上月底以來最大的單日升幅 事實上我們昨天都提及了 滴滴300指數在昨天開始的時候下跌 消費者似乎的支出影響了市場信心 我們都提及了在這個新春期間 一些消費的旅遊的數據都不是很好 整個疫情特別是內地的清零操作 令到市場相信中國的經濟似乎都未見底 這些是很影響市場氣氛的 而我們都特別跟大家說了 內地股市的實際股值其實不便宜 除了一些金融類的內房這些 除了一些叫做便宜之外 這個絕對值比較便宜之外 事實上是其他很多不同類型 或者市場當初的股份 都是幾十倍甚至過百倍的市盈率 所以在全球環球央行加息的時間 一些高的股值的股票 這股都是備受拋售的 譬如創業版指數一樣 在8月份上年8月份的高位都跌了兩成 在技術上這些都是叫做熊市的 我跟大家說 北京方面希望為經濟托底 所以近幾個月將會大幅採取一些減息 或者增加信貸 一些刺激措施 務求令到經濟在現在清零的操作之下 疫情的疫潮流 疫國際的操作之下 就可以見底了 所以用藥應該會挺慢的 但是用藥慢 整個貨幣政策是利好風險資產 但是不一定A股就會彈的 因為A股的因素是因為它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市場 它不是沒有外資的 外資可以通過戶股通、深股通 或者其他一些叫做Q3 即合資格境外投資者的方式去買入的 但是始終都是一個內地資金主導 一個相對封閉的市場 在現在內地的資金 都是相對叫做緊張些 對市場信心不是很舊的情況之下 事實上A股的表現是很難好的 而且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我跟大家公開都講過的 就是市場需要見到 中國是有維護資本市場的信心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 上一年中國就是對整個市場 很多的不同行業都做了一些強度的監管 包括這個比如交配行業 補習 亦都包括互聯網 遊戲 而且很多被打壓股份 是跌九成樓上的 價培行業這些 全部的主營業務一夜消失 你真是可以想像 你給外界一個什麼印象 很多外資都因此對中國市場大打折扣 信心都受損 譬如一些一向都是支持中國的 投資中國的一些資金 譬如日本的孫正義的軟銀集團等等 都要重新調整 暫時我們還是不要投資中國住了 不要放新錢進去 因為監管風暴似乎都未完結 很多的一些 譬如以前過去看好中國的分析師 譬如前大摩 摩根士丹尼亞州主席 斯蒂芬羅奇也說 中國這樣打壓不斷加強監管 有形之手伸到那麼長 會影響了企業家的自主性 甚至自白說 過去25年 他是一個對中國經濟天生的樂觀派 但是他現在對中國的經濟前途厭重懷疑 所以在這樣的局面之下 難怪中國股市上年跌到 躺在那裡 港股大家都心心受慮了 中概股的概念 的概終於變成中概股 那個是一個黑概的概 所以你可以想 事實上上年中國的強度監管 正正就是令到市場對中國股票大打折扣的 其中一個關鍵因素 而事實上 內地方面 對資本市場的不友好 包括沒有一個比較透明的監管 沒有充分給市場有預期等等 這裏已經是令到北京都需要找到 這個中正監的副主席方聲凱 最近都是頻頻跟外資會面 就是講解說 我們現在都是希望維持經濟穩定 你們放心吧 中國那個監管其實是沒有變度的 諸如此類就去安撫人心 出口術 但是最重要的 我都跟大家說 就是那個你的行動 你的那個action action speed 你真的要在外資的眼裡 這邊呢 被人看見 你真是關顧現在的股市的表現 一些個別行業的發展 不會再用一些強力打壓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這個呢 入市在終於 再次傳出國家隊入市的訊號 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呢 上年以來呢 其實呢 北京呢 未常再次呢 出動這個國家隊入市的 即使呢 它是在那裏 瘋狂打壓不同行業 都是未傳出過呢 是好像過去啊 這個15年啊 的股災等等呢 就再是需要呢 用國家隊維穩 那當然啦 一方面呢 我們相信呢 習近平這個核心 現在呢 其實就不是很希望呢 就是搞出資本市場捧抹的 這一樣呢 亦都是他們呢 不是很喜歡零息 低息政策的理由 因為呢 他們回到08年 那一個呢 四萬億的措施 搞到呢 就貪腐還行啦 搞到呢 就是大白象啊 很多的這個債務問題 現在要是收貨啦 那這個是那個背景呢 一 他們就不希望 被人覺得他們支持的股市啊 搞到股市呢 就慶合合又炒一輪 跟著又爆了 那第二樣當然呢 就是 在那個資金層面上呢 中國現在呢 也都沒有幾年前呢 那麼充裕啦 譬如社保等等呢 它都仍然是需要呢 就有些缺口是需要呢 是去填補的 那 那中國經濟呢 那中國經濟呢 也都需要 維穩啦 財政補貼等等支持 那所以中國呢 也都未必有這樣的 餘力啊 去維穩資本市場 那但是呢 現在終於 在來到虎年 踏入這個新的虎年之後呢 那個A股不斷下射啊 弱勢了一輪之後呢 就竟然出現了一個呢 是意想不到的 國家隊維穩的操作 那所以呢 這個呢 就似乎都是一個幾強烈的訊號 就是說中國呢 認為呢 再這樣跌下去呢 那股市再這樣插下去呢 就不行的 那也都呢 就扭轉了 上年呢 香港那個股票引花稅呢 都是要是 上條的那個前提呢 就是 正正就是那個 我都在公開場合都提及 咦 這個似乎呢 就是中國 不是好 想那個股市呢 太過牛 走入這個大牛市的訊號來的 那之後呢 大家都知道了 港股的表現呢 就江河日下 那但是現在跌到這些水平了 那A股三千四都不保了 那而呢 這個港股呢 跌到呢 兩萬三 兩萬四的這些水平了 那北京呢 似乎就案內不住了 那這個呢 就是我認為呢 就比經濟訊號以外呢 就是這些放鬆的 寬鬆的貨幣政策 這些大家都已經耳熟能詳 一定會走的 在未來幾個月之外呢 最振奮人心 就是說如果你有投資這個股市來說呢 這個都是一個很強烈的訊號 那當然啦 即使國家隊維穩 不代表呢 A股呢 會有一個呢 是強勁的持久的反彈的 那但是呢 最少就是告訴大家 再這樣跌下去呢 北京呢 似乎是不會容忍的 那但是北京現在面對的壓力 除了經濟之外呢 事實上啊 他還沒有去呢 他還沒有去呢 完全履行那個呢 中美貿易協議的採購協議呢 那只有呢 大概完成三分之二的採購呢 就是這些外電的統計呀 智庫的一些呢 報告啊等等 那這一點呢 已經都令到美國開始失去耐性 這個呢 就是也是為什麼呢 最近呢 比如彭博啊等等呢 都有提及 就拜登政府呢 似乎都在想著呢 有什麼辦法呢 令到中國呢 去履行他的一些協議呢 那但是與此同時呢 就美國商務部呢 近日宣佈將33個的中國實體 加入這個呢 是未經驗證的清單 一個叫Unverified List UVL 那也都就是要求呢 那這些名單上面的中國企業呢 需要 如果在美國購買產品 或者呢 是買入原材料服務的話呢 是需要進一步呢 澄清它那個呢 使用 那所以呢 也都令到一些個別的股份 譬如若明生物啊等等呢 就是大跌的 在這個呢 在股市上 那這些呢 也都證明了啊 北京其實 和這個美國的關係呢 都沒有辦法改善 美國呢 美國呢 仍然是會採取 一系列的 About Good呢 這張2019年之後 都沒有啟用過的UVL呢 就來對中國施壓的 那所以 中國的股市 是不是真的有個強力的反彈呢 除非中美的關係呢 又是基本好處 但是這個呢 我們看來短期看不到呢 我們只能確認就是 中國官方 對於中國股市 繼續下跌呢 就不安 現在呢 就是只能夠我們 是確認這一點的 那就是說呢 如果跌得太多的就是 那可能會彈一彈 那但是 會是彈到去哪裡呢 那這個呢 會不會就好像這個 這個交易國際的紅號港呢 會稍中即勢呢 那這個呢 我們都會 繼續留意的 那當然啦 如果不彈的話 就還行咯 那這一點都是可能的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